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孩们穿上碗礼服尽力展现最完美的自己 从去年5月20号开始 全国很多城市相继出现了这样的相亲活动 短裙 丝袜 高跟鞋 礼服 几十上百位美女汇聚一堂 不亚于一场悬美比赛 今天还蛮期待的 还蛮好奇的 我觉得青春是不能够等待的 有钱人的世界里也不一定说 全是那些有钱就变化的那种 吸引众多美女前来的是 号称身家过亿的单身富豪 集体高调海选相亲 女孩们都各怀心事 有人含蓄把这当作与高端人士交往的机会 也有的则直接表达着自己对金钱财富的向往 现场还有一些替女儿相亲的家长 一位母亲在替女儿相亲 连富豪的影子还没见到 就声称可以帮着看管富豪与前妻的孩子 有事业心的 有责任心的 就可以 但不在意她有孩子没孩子 她有孩子我们也可以帮她带 另一对母女 女儿还在上高三 马上要参加高考 也被母亲带到了海选现场 七八九好 男生要参加高达行的高考 因为她必定不管早次嘛 她肯定必然要走上这条 因为我想的话 如果她有这个机遇嘛 那么也就更好 高调相亲的富豪们对女孩的要求非常严苛 要想闯关入围还真不容易 第一关是整形专家 专门查验美女们是否经过整容 第二关命相大师 八关是否有望夫相 这后面还有心理测试 才智测试 才艺表演 最后还要由老中医把脉下 查验健康情况 甚至再后来还用上了测谎仪 测试美女们是否对情感经历说了谎 一圈走下来包括身材三维 情感经历等个人隐私 统统暴露在组织者面前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天平的话 天平的一边是男性 是权就是她的筹码 而在另一边是女性 那么她的筹码就不仅仅只有美色 她还涉及到人格 还涉及到尊严 涉及不对人格 那么男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你就是我拿钱买的呀 美女们任人品评 代价而辜 而富豪们就像皇帝选妃一样 隐藏在幕后 不见踪影 一年多时间里 广州 成都 上海 深圳 北京 重庆等等 富豪相亲海选 在全国十多个城市轮番上演 现场主办方 自称是中国企业家单身俱乐部 2013年7月 国家工商总局对这家中国企业家单身俱乐部开展了调查 原来 他只是广州一家公司的负责人程永生杜撰出来的组织 那些所谓身价过亿的一百位单身富豪又是否真实存在呢 程永生在接受广州市工商局调查时做了如下笔录 这个属于我公司宣传血头 与我公司的实际客户数并不相符 签订合同的男性会员只有六位 大多是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家 爱情不可以买卖 这东西不是用钱来买卖的 我是要为缺少机会的人创造一个机会 有的社会地位不能是说用金钱来完全衡量 单从那个财力和相貌这样子判断的话 就甚至太肤浅了一点 可能会形成一种不太好的社会风气吧 就有点败金 当那些梦想着嫁入豪门的女孩子 在考官面前放下尊严 尽力表现自己的时候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 自己只是储办方为了赚钱 而精心设计的一个诱饵 以及工人把玩的工具 常回家看看 2013年7月1号起 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改后正式实施 其中第18条规定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用人单位也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就是这一条被广泛解读为 常回家看看入法 在四川大义县 78岁的李大妈将儿子告上法庭 他们房屋相距只有30多米 儿子却与他闲有往来 李大妈提出每年要有360斤口粮 15斤菜油 并希望儿子每月看望自己一次 2013年7月18号 在法院调解下 李大妈与三位子女达成协议 她的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 在实际操作中 常回家看看阻碍重重 在争议之余 人们也开始认可这种引导性条文 所发挥的道德警醒作用 推动和保障老年人获得更多的关怀 大打出手 7月1号 成都地铁一号线内两名女子发生痛哭 一名穿黑衣的女子触碰到了一名穿连衣裙的女子 没有及时道歉 随后双方发声口诀并动起手来 期间有乘客出手劝阻 可是并没有效果 还险些遭到连累 7月爆发出一系列公共场合 大打出手的事件 7月8号上午九时许 唐山市百货大楼的交通港前 两名穿白色制服的女子发生冲突 二人从最初的相互拉拽 很快升级到拽发私扯 唐山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唐山公安网络发言人 7月15号上午发布消息称 该二人系劳务派遣公司 派遣到交警队从事交通血管员工作的 现因当众斗殴影响极坏 解除交通血管员劳务合同 深圳地铁龙华县 两男子发生肢体冲突 周围的乘客根本劝阻不住 同样在深圳地铁 两对夫妻上演全武行 周围的人纷纷躲闪 工作人员劝说无效 湖北荆州十三路公交车上 乘客与司机发生冲突 几个小伙子连梯带踹 只因司机要求补足五脚钱 某机场 乘务人员与乘客发生冲突 先是争吵 随后乘务员抄起椅子 向乘客扔了过去 某机场 两女子发生冲突 干脆抄上了家伙 这些大打出手的不文明行为 不仅要受道德的约束 很可能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2013年7月24号 四川宜宾人民公园里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 突然跌倒滚下台阶 落入水中并开始下沉 这时路过的74岁老人何昌林 立刻跑到湖边 拉住老人胳膊 自己也被带入水中 紧跟其后的家人 赶紧将两人扶起 整个救人过程 仅用十二十一秒 何昌林老人 立刻走红 被称为中国好大爷 来到你消息 这个我消息了 把你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到他就拉一把 你一百三十多万人 2013年7月 每到午夜时分 江西省南昌市 向湖农业银行的两台ATM机前 都会出现一个神秘男子 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先取两万 过了十二点再取两万 7月26号 有人上当受骗向警方报警 并提供了犯罪嫌疑人 使用的两个银行卡号 警方调查后发现 午夜提款的这位男子有很大嫌疑 7月31号 办案人员以小区物业的身份 进入这里进行调查 发现了正在作案的汤某和罗某 两人群发大量的QQ短信 内容都是富婆想找情人 或者和爱人感情不好 想找个情人到香港定居等等 一旦有人上钩 他们就用手机和对方聊天 骗取信任 然后再号称是香港司法厅 和浙江司法厅的办公电话 要求他们提供保证金等 骗取钱财 仅是5月底到7月初 涉案金额就130多万 受害人大都是年龄 在30至50岁之间的单身男性 急于组建新的家庭 又不切实际的幻想 通过一次婚姻 来彻底改变命运 导致他们在接到诈骗信息时 轻易上当受骗 白雪 她一岁时母亲就不省一事 而到了2011年年底 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 她又患上了一种 一旦发病就可能致命的疾病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发现生病的时候 不知道是这个病 我只是胃肠性感冒 就是伤出一下线 然后去做血肠龟 可人间发现我病了 家境贫困的白雪 曾几次中断治疗 但面对逆境 她始终坚强 2013年7月 白雪终于得到了骨髓移植的机会 可50万的手术费用 把她和家人彻底拦倒了 家根本就没有钱 那时候写电话 没有记性 此时 七位热心的志愿者聚到了一起 他们设立白雪人道救助官方微博 和公益网店 出售虚拟的白雪可乐 为这位危在旦夕的姑娘筹集善款 七月十四号 仅仅一周时间 善款总量就超过五十万元 白雪的生命里 有了几十万份的爱心和祝福相伴 一定会更加坚强和快乐 两位女侠 7月8号 在徐州高铁站的后车大厅里 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一名嫌疑人被警方盘查时突然逃窜 在后车大厅里 和民警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小女孩 直接是冲到了 这名犯罪嫌疑人逃跑的路线上 给了她一脚 监控显示 这位年轻的旅客趁嫌疑人不备 身腿半了她一下 但是没半倒 嫌疑人摇晃着继续往前跑 这时候第二名女侠出手了 那有一个大妈非常勇敢 冲着翻车嫌疑人就是追了过去 监控显示 这位大妈在嫌疑人跑过她身边的一瞬间 猛地朝嫌疑人挥动拳头 将其打倒在地 她撞到我们这个前面要跑 然后就一个猎疑人就倒了 然后紧接着我和我同事就换了 把她按倒了 两位女侠没有留下名字 徐州东站派出所通过微博等方式 寻找她们 并向她们致谢 送一个孕妇阿姨到她家了 2013年7月24号 黑龙江滑南县人民医院的实习护士小萱 遇到一个自称肚子痛的孕妇 她毫无防备地伸出援手 将孕妇送回了家 15时15分 小萱给朋友发了一个微信 送一名孕妇阿姨到她家了 这也成了她留在人世间的最后的信息 孕妇谭某曾经因偷情 被丈夫白某发现 为补偿丈夫 谭某主动提出为其诱骗女孩 善良的小萱被酸奶迷倒后 遭到白某的猥亵 小萱惊醒挣扎之后 竟被残忍杀害并毁尸灭迹 7月28号 凶手夫妇已被警方控制 而这个爱说爱笑爱助人的天使女孩 已经永远离开 网场中上千人自发祭奠 网络上百万人祈祷怀念 人们为小萱送行 也期盼善的力量凝聚 让恶无处可偿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